第181章你是不是该报答我们了 嘿嘿 陆开首领说的不错 你若是真能 在不引走红鸾岩蛇的情况下 摘下白玉餐 就是全部给你一人又如何 其他护卫 也都一脸冷笑的说道 呵呵 那我就不客气了 云青年轻笑一声 便外部朝红鸾岩蛇走去 图图哥 你怎么能放你朋友过去送死 苏彬彬不由担忧弟对苏图图说道 放心吧 我兄弟既然敢说那话 就说明他心里有绝对的把握 苏图图示意苏彬彬宽心道 地面的荆棘杂草 已经都被陆开用灵力斩掉 云青年每一个步伐 都完整的接触到了地上 他一步一步前行 约莫五个呼吸的时间 已经来到了红鸾岩蛇的三米开外 嘶嘶嘶 红鸾岩蛇虎视眈眈的盯着云青年 口中不断吐出细长的舌头 云青年又向前迈了一步 就在陆开等人以为 红鸾岩蛇马上要扑向云青年的时候 红鸾岩蛇突然后退了一步 怎么回事 红鸾岩蛇竟然后退了 陆开等人 眼中全部透露着不解 猪的 云青年又一连迈了两步 嘶嘶嘶 红鸾岩蛇吐信的频率愈发加快 但诡异的是 他却一连向后缩了两步的距离 红鸾岩蛇又退了 而且这一次 足足退了两步的距离 陆开等人 揭露出傻眼之色 灯灯灯灯灯 云青年这一次 不再停留 身子一步一步前进 一下子就从红鸾岩蛇的旁边跨过 约末五个呼吸的时间 已经走到了其中一株白玉餐面前 云青年微微弯身 一手抓向白玉餐 随即运转灵力 将白玉餐一把拔了起来 顿时 婴儿巴掌大小的白玉餐 暴露在了所有人的视线中 好浓郁的能量波动 白玉餐里土的瞬间 散发出了浓郁的能量 一下子就被陆开等人感应到 嘶嘶嘶 红鸾岩蛇土性的频率变得愈发严重 赤红的身体 像是静蓝般冲动着 若是有熟悉红鸾岩蛇习性的人在场 一定会惊呼 这是红鸾岩蛇暴动的前奏 云青年没理会红鸾岩蛇 又走到一株白玉餐面前 重复刚才的动作 关身 运转灵力 将白玉餐拔了出来 这一株白玉餐蕴含的能量 甚至在刚才那株之上 红鸾岩蛇 身体已经静蓝的 在地上抽动 不停翻着身 两只瞳孔 更是紧紧盯着云青年 陆开等人 一下子就能感觉到 红鸾岩蛇这是处于暴怒的前奏 可诡异的是 他没有扑向云青年 紧接着 云青年就走到了第三株白玉餐面前 重复之前的动作 把最后一株白玉餐也掘了出来 哼 就在云青年摘下最后一株白玉餐 红鸾岩蛇终于再也控制不住 一记甩尾 将地面砸出了一口大坑 随即 红鸾岩蛇疏的看向云青年 嘶嘶嘶 一脸吐了上百次舌头后 猛的冲向云青年 这小子终于要死了 看到红鸾岩蛇终于冲向云青年 陆开等人 反而都松了一口气 之前的一幕 给他们的感觉太不对劲了 红鸾岩蛇明明已经暴怒 却又像在强行克制自己 不攻向云青年 嗯 紧接着 陆开一行人 又猛的瞪大了眼睛 红鸾岩蛇化作幻影 冲向云青年的身子 还未撞上云青年 就猛的怪叫一声 拐了一个九十度的大弯 冲入了旁边荒林 轰轰轰轰轰 红鸾岩蛇一路横冲直撞 击毁无数苍天大树 荆棘草丛 哈哈 云兄弟好样的 不费吹飞之力 就绝到了三珠百玉餐 苏图图大笑的声音响起 在场所有人里面 估计也就他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事 云青年看似一直没有出手 但暗中 却一直在用自身气势震慑鸾岩蛇 境界上 云青年跟鸾岩蛇一样都是阳进五阶 但战斗力 云青年连先天进三阶都能秒杀 用气势震慑鸾岩蛇还不是手到心来 图图 这一珠给你 将它含在口中 直到完全化掉为止 云青年已经走了过来 并且拿了一珠白玉餐给苏图图 白玉餐除了能炼制成疗伤圣药 也可以当成增加修为的药物直接服用 依你现在的修为 烈化白玉餐后 至少能增加一阶的修为 一阶 苏图图两只眼睛猛的一亮 当即就接过云青年手里的白玉餐 送到了口中 我现在已经是月静七阶的修为 烈化白玉餐后 就能争制月静八阶了 苏图图没有掩饰自己的声音道 他是四绝天才 他踏入月静八阶 战斗力方面 可是连阳静三阶都能力败 苏图图是月静七阶 什么 白玉餐能让他直接增加一阶的修为 陆开以及其他护卫 听到苏图图的话后 神情全部都变得震惊 苏图图是月静七阶 服用白玉餐后能增加一阶修为 我失月静九阶 服用后 是不是就能踏入阳境了 陆开心里嘀咕一声 眼中浮现了抑制不住的贪婪 这猪给你 云青年又扔了一猪给苏冰冰 白玉餐无论是炼制成疗伤圣药白玉丹 还是直接当成增加修为的灵药服用 都是第一次服用有效 第二次效果就微乎其微 所以云青年干脆就把第二猪送给 看起来还算顺眼的苏冰冰 云青年 护卫李扬的声音猛的响起 云青年 你这一路上 一直受我们庇佑 现在 是不是该报答一下我们了 李扬说话的时候 已经冲到了云青年面前 是该报答 所以我拿了一株白玉餐给你们小姐 云青年点点头道 哼 我们小姐你是报答了 但陆开首领呢 这一路上 主要必有你不死的人 可是陆开首领 这样吧 你把剩下的一株白玉餐 让给我们陆开首领 护卫李扬看着云青年说道 第182章怎么死都不知道 不行 最后一株我准备炼制成丹药疗伤 云青年微微摇头 拒绝道 你在拒绝我吗 李扬面色当场就沉了下来 云青年 你与苏图图这一路下来 一直受陆开首领庇佑 现在要你拿一株白玉餐 报答陆开首领都不行吗 李扬身后 马上又有一个护卫开口道 而且 如果不是陆开首领在后面为你压阵 你以为你能这么顺利就取下三株白玉餐 严格来说 这三株白玉餐 陆开首领本身就有份 又一个护卫说道 没错 要不是有陆开首领压阵 红卵岩蛇会自己顿走 任由白玉餐被你采摘 云青年 把你手里 最后一株白玉餐还给陆开首领 没错 还给陆开首领 包括陆开在内 在场所有护卫 全部都走上来 将云青年包围了起来 管 云青年两眼微微一眯 看向护卫首领陆开 如果我没记错 你似乎说过 只要我在不赢走 红卵岩蛇的情况下 摘下白玉餐 他们就都归我所有吧 既然都是我的 又哪来还的说法 哼 陆开首领说过这话吗 我们怎么都没听到 云青年 口说无凭 你如何证明陆开首领说过这番话 云青年 我们耐心有限 总之最后一株白玉餐 你是交也得交 不交也得交 否则 别怪我们不客气 陆开没说话 只是一脸冰冷地看着云青年 其他护卫则在争先恐后地说道 陆开 他们说的 就是你的意思吗 云青年微微眯着两眼道 不远处 正用嘴巴含着白玉餐的苏涂涂 看到云青年眯起两只眼睛 不由微微摇头 这些白痴还真是找死 放肆 你算什么东西 也敢直呼陆开首领的名讳 叫李扬的护卫 马上就呵斥云青年道 随即 他看向陆开 首领 云青年太不识好歹了 请首领批准属下出手教训云青年 顺便夺下他手里的白玉餐 难得你有这心思 也罢 那就由你出手 陆开微微点头道 莫了 又补充道 尽量 留他一命 首领放心 属下保证绝不杀他 不过 断手断脚就难以保证了 李扬宁笑一声 随即出手一把抓向云青年 断手断脚 云青年微微眯起的两眼一冷 随即也不见他动手 李扬就阿弟惨叫一声 身影猛的被撞飞了出去 暗空中 李扬的手脚 突然咔嚓 咔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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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连四声 全部断裂 空 等李扬失去手脚的身子 砸到地面后 整个人已经昏死过去 四周的地面 全部染上了触目惊心的鲜血 呲 其他护卫看到李扬的惨状 不由都到吸一口冷气 看向云青年的目光出现浓浓的忌惮 他们虽然没看清 云青年是如何出手的 但不用脑子想都知道 李扬的双手双脚 是云青年斩断的 云青年 你不交出白玉餐也就罢了 现在居然还出手 斩掉李扬的双手双脚 面色阴沉的路开 往前走了一步 目光阴冷的看着云青年道 有句话叫打狗也得看主人 你将李扬伤成这样 是完全不把我这个主人放在眼里 所以呢 云青年看着面色阴沉的路开道 所以 你去死吧 路开身影猛的抱起 携带着无数气劲的攻击 扑天盖地的轰向了云青年 啪 云青年只是一巴掌 没有任何花哨的一巴掌 下一刻 携带着无数气劲攻击的路开 身影就被拍飞出去 轰隆隆一声 撞到了地面 扑 呜呜 路开并没死 口吐大雪的同时 嘴里还发出怪声 原来满口的牙齿 都被云青年这一掌打碎了 路开首领 一众护卫 都紧张地跑过去 将路开从地上扶了起来 路开首领 你没事吧 咳咳 路开刚想要说话 却猛的咳了一下 又有好几颗牙齿从口中掉出 你 你们还愣着干嘛 还不快冲上去杀了云青年 路开说话的时候 满口漏风 根本说不出清晰的一句话 一众护卫尴尬地看着他 没有一个人敢照着路开的话去做 开什么玩笑 连跃进九阶的路开 都被云青年一掌打飞 他们冲上去 更是老受心吃劈霜 活得不耐烦了 路开似乎也意识到 他手下这些护卫 不可能是云青年的对手 当下就哼了一声 一群废物 半个小时后 一行人便继续上路 租图图走到云青年的身前 不解的问道 云兄弟 你为何不直接载了路开 租图图早就想问这个问题了 他印象中的云青年 虽然不是心狠手辣之辈 但却是信奉以直报纸 以怨抱怨的人 罗尼而已 现在宰与以后宰有区别吗 云青年语气平静地反问道 这么说 云兄弟是没打算放过他了 我就说嘛 云兄弟怎么突然间变得心慈手软了 原来是打算 用路开引出他背后的人 苏图图微微点头道 早在两天前 苏图图与云青年 当遇到苏冰冰的时 苏冰冰邀请二人同行 就遭到了路开的强烈反对 路开当时的言辞 看似在紧张苏冰冰的安危 但给云青年跟苏图图的感觉 却更像是 单纯地不希望他们二人与苏冰冰同行 另外 路开当时还提到了一个事例 唐家 一天过去 云青年一行人 已经走出了凶兽山脉的中部区域 来到了外围区域 在外围区域 走了几个小时后 不远处的山林 突然传来了一阵坐骑奔腾的震动声 终于把他们等到了 一直走在苏冰冰身后 故意与云青年隔开距离的路开 眼中浮现音冷道 很快 五个骑着驯化的凶兽坐骑的人 出现在了云青年一行人的视线中 唐家二长老 唐玉泽 苏冰冰看到五人中的 其中一人 面色猛的大变道 第183章汉匪出没 唐玉泽 朱涂涂似乎也听过此人 下意识就面色一变 在他印象中 唐玉泽是燕罗城屈指可数的 阳静高手之一 不过很快 他面色就缓了过来 烈化白玉参后 他现在的修为 可是达到了越境八阶 而且他是四绝天赋 战斗力更是能力 败阳静三阶的对手 哈哈 唐长老 你们可算是来了 朱冰冰身后 陆开大笑的声音响起 嗯 朱冰冰与一众互卫都面色一变 陆开言辞给人的感觉 似乎早就知道 唐玉泽等人会来 陆开 你很不错 代老夫禀告组长后 定然少不了你的好处 60多岁的唐玉泽赞赏的 看了陆开一眼道 你们上去 配合陆开 将苏冰冰以外的人全部杀了 唐玉泽随即又吩咐身后四个 骑着炫化的凶兽坐骑的人道 是 是 次人几乎同时领命 随即驾着凶兽坐骑 冲向云青年等人 小姐 抱歉了 怪就怪 朱家野心太大了 陆开话落 便直接出手 擒住了他面前的苏冰冰 陆开 我苏家待你不薄 你竟然背叛了我们 苏冰冰一脸难以置信地说道 陆首领 你 其他护卫 也都难以相信地看向陆开 都给我死 四个架着凶兽过来的人 都已经举起手里的屠刀 砍向了苏冰冰的护卫 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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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就在这时 苏徒徒弹指一射 就连飞出四道气劲 将四把屠刀弹飞了出去 陆开 就你那点伎俩 你以为瞒过你苏爷爷 苏徒徒冷笑的声音响起 身影随即消失原地 接着 又是砰砰砰砰 一连四声 只不过这一次 不是屠刀 而是骑着凶兽的人被击飞了出去 这四人 每一个都有着越境九阶的修为 但却不是苏徒徒一掌之敌 一个照面 就全部被苏徒徒打飞了 站住 你别过来 否则我杀了苏冰冰 陆开一手 而在苏冰冰的脖子上 一边看着苏徒徒威胁道 说你蠢你还不承认 你要是真杀了冰冰 不用等我出手 唐玉泽就不会放过你 苏徒徒怂怂肩 根本不在乎陆开的威胁 钻了 懒得跟你这种蠢东西废话 苏徒徒又一脸无聊地摇摇头 随即身影猛地消失原地 下一刻 便夺过陆开手中的苏冰冰 随即 又是一掌轰在陆开的小腹处 扑得一声 落地之后 陆开喷出了一口大血 陆开 你刚才说苏家野心太大 是什么意思 苏徒徒带着苏冰冰 走到了倒在地上的陆开面前 让老夫来告诉你为什么 唐玉泽的声音猛地响起 随即 身影从凶兽坐骑上跃起 直直地飞到了苏徒徒的 十米外落下 苏折郎子野心 欲要将苏冰冰取配给 云海成赵家继承人 而后联合赵家力量 一举吞并阉罗城的其他家族 你胡说 三个月前 我爹就拒绝了云海成赵家的提亲 我根本没和任何人有婚约 苏冰冰当即就反驳道 苏折是他爹的名字 也是燕罗城四大家族之一的苏家的组长 哼 那只是表面上拒绝而已 苏折虽然野心勃勃 但又不是蠢货 若他真敢明着答应赵家的联姻 早就引起燕罗城另外三个家族的群起攻击了 唐玉泽冷哼一声道 苏冰冰 我劝你 还是乖乖跟老夫走 老夫也不会伤害你 只不过是请你跟我们唐家少主举行一场婚礼而已 婚礼过后 便会放你回苏家 哦 这么说 是唐家要跟苏家联姻了 苏徒徒突然插了一句 不错 只要苏唐两家联手 定能一举歼灭另外两个家族 到时候 燕罗城就是苏唐两家的天下了 唐玉泽点点头道 唐长老 这小子叫苏徒徒 是老苏家的子嗣 你务必要杀了他 面色苍白的路开突然开口道 燕罗城四大家族里面 有两个苏家 一个是苏叶 苏冰冰两姐妹所在的苏家 另一个是苏徒徒所在的苏家 两个苏家本是一家 但在时代以前 苏家出现了一对双胞胎兄弟 他们天赋手段近乎相同 为竞争族长之位 两兄弟斗得难分难解 最终谁也不服谁 于是其中一个 便带着效忠他的族人 自立门户 重新建立了一个苏家 苏叶跟苏冰冰两姐妹所在的苏家 就是后门新建立的苏家的后裔 苏徒徒所在的苏家 则是原本的苏家 因此燕罗城的人 在称呼苏徒徒家族时 都会习惯性叫成老苏家 你是老苏家的子嗣 唐玉泽面色微微一变 他刚才已经见识了苏徒徒出手 战斗力必然是阳尽无疑 因此若无必要 他并不想跟苏徒徒硬碰硬 可如果苏徒徒是老苏家的子嗣 那他跟苏徒徒之间 就必须要有一战了 唐玉泽身影一闪 手里不知何时 多出了一把长剑 赫然是黄极上品的宝剑 真空中 物此地响起了枪的音爆声 唐玉泽已经持着长剑 朝苏徒徒的眉心正面次来 速度之快 从他拿出长剑 再到他出手 几乎连眨眼的时间都不需要 原来只是阳尽一阶 这么说来 十年过去 你修为一直都停滞不前了 苏徒徒低声说道 唐玉泽出手的瞬间 他就通过气息判断出了 唐玉泽的大指修为 卡 苏徒徒微微伸出两指 加住了唐玉泽次来的长剑 随即手指一转 直接当的一声 使得长剑从唐玉泽手中脱落 怎么可能 唐玉泽面色猛的一变 他虽然是阳尽一阶 但却是距离阳尽二阶 只有一步之遥的一阶 再加上皇级上瓶宝剑的辅助 他完全能发挥出 媲美阳尽二阶的战斗力 既然想灭我老苏家 那你就去死吧 苏徒徒声音刚落 便用唐玉泽手里 刚夺来的皇级掌剑 抹过了唐玉泽的脖子 第184章老苏家出事了 唐玉泽死后 苏徒徒也顺手杀掉了陆开 但接下来 他跟苏彬彬之间 却出现了几分尴尬的气氛 距离燕罗城 只剩下半天左右的路程 我送你最后一程吧 苏徒徒率先打破沉寂道 嗯 苏彬彬点点头 犹豫几个几秒后 才说到 徒徒哥 唐玉泽跟陆开说的这些 我真的一点都不知道 一行人继续上路 就在他们即将走出凶兽山脉的时候 又撞到了一伙人 赤管家爷爷 小姐没事 苏彬彬 与撞到一伙人 几乎是同一时间认出对方 小姐 你没事吧 陆开那狗东西呢 另外 小姐有没有遇到唐玉泽等人 一个六十多岁 但却精神绝硕的老人问道 管家爷爷 我没事 陆开已经被徒徒哥杀了 唐玉泽等人 也被徒徒哥杀了 苏彬彬回答道 徒徒哥 可是这位小友 精神绝硕的老人 看向苏徒徒 信里则说道 奇怪 为何他给我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嗯 苏彬彬点头 老夫苏要 乃是苏家管家 多谢途公子对我们小姐的救命之恩 精神绝硕的管家苏要 连忙对苏徒徒抱拳道 亲里则安安震惊 他看起来不过二十多岁 竟然拥有斩杀唐玉泽的修为 听到苏要称呼苏徒徒为徒公子 苏彬彬不由扑斥一笑 随即说道管家爷爷 你不觉得徒徒哥很眼熟吗 他就是苏月姐姐的未婚夫苏徒徒啊 老苏家的苏徒徒 他不是在天元王朝吗 苏要闻言 脸上就出现了意外 你是老苏家的苏徒徒 苏要不由看向苏徒徒问道 语气比之前冷漠了许多 不错 苏徒徒点点头 这两张邻金卡里面 各存有五千万两白银 就当是报答你对我们小姐的救命之恩 苏要说着 手中出现了两张卡片 扔向了苏徒徒 邻金卡是天剑宗旗下的钱庄发行的 只要在天剑宗境内的地方 都可以使用零金卡消费 其使用程度 甚至超过了银票 毕竟银票 还有地域局限 比如天元王朝发行的银票 就只能在天元王朝使用 其他国家并不承认 要管家 一亿两白银会不会太多了 租药随行的人里面 有一个中年人忍不住上前说道 租药没理会插话的中年人 而是看着苏徒徒道 我这次出门匆忙 身上就带了两张五千万两白银的 零金卡 你若是觉得不够 我可以事后再补及你 若是够的话 我们之间 可就两亲了 这两张零金卡 拿去给你娘买棺材吧 苏徒徒话音刚落 就将零金卡甩回了苏耀手上 云兄弟 我们走 苏徒徒说完 便带着云青年离开 徒徒哥 苏彬彬想上去追苏徒徒 但刚跑出几步 就被苏耀弄昏过去 要管家 我们就这么放苏徒徒离开吗 苏耀随行的人里面 有一人忍不住说道 要管家 机会难得 不如我们现在就把苏徒徒 这人没把话说完 而是做了一个抹脖子的动作 若真有把握留下苏徒徒 老夫早就出手了 苏耀轻哼一声 低声说道 杀掉路开也就罢了 但苏徒徒连唐玉泽都能杀死 就说明他至少有杨静二阶的修为 当然 老夫没对他出手 除了没把握能杀掉他 也因为 我们可以借助唐家的手来对付他 半天后 苏徒徒带着云青年 来到了他的家乡燕罗城 燕罗城很大 比天云王朝任何一座城池都要大 单单城墙的高度 就达到了恐怖的百米 城门口有着络绎不绝的进出人群 苏徒徒带着云青年 跟随着人流进入了城池里面 云兄弟 我感觉 我老苏家出事了 半天下来 一直沉默不语的苏徒徒突然开口说道 苏药一开始 是真心实意的感激我救了苏冰冰 可他知道我是老苏家的苏徒徒后 马上就变了一张脸 要知道 我苏徒徒跟苏业 可是有着婚约 理论上 我是苏药的姑爷 但苏药不仅一个字没提苏业 甚至还隐隐对我露出了敌意 另外 这几天下来 我有三次询问苏冰冰 关于我老苏家的事情 但都被他移开话题了 其实不只是苏徒徒自己 连云青年都隐隐感觉到 苏徒徒的家族出事了 片刻后 两人找了一间酒楼 酒楼饭馆 永远是八卦消息最多的地方 苏徒徒要想知道 他家族有没有出现变故 酒楼无疑是打听消息最佳的地方 云青年跟苏徒徒没去楼上的雅间 就在酒楼第一层的大厅 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 点了几份燕罗城的特色菜后 两人便一边动筷子 一边注意着周围人窃窃私语 苏云鹤走火入魔的消息是真的吗 应该是真的 毕竟苏云鹤都快有三个月没现身了 以前 他可是每隔七天 就要召开一次家族会议 但最近三个月下来 老苏家的家族会议 一直由大长老替他主持 对了 还有一件事 能侧面反映苏云鹤出事了 有一个四十几岁的中年人 突然灌了一口大酒 说道 就在几天前 苏家突然宣布 解除了苏越与老苏家 一个叫苏徒徒的婚约 并且又接着宣布 苏越与同为四大家族之一的 李家的继承人 重新定下婚约 解成婚日子 就在一个月后 说到这里 就不得不提李家的继承人李英才 当真是少年天才 才二十二岁 就已经是月静九阶的修为 而且听说还是二绝天赋 也就是说 战斗力方面 李英才连阳静二阶都能力败 燕罗城有不少老一辈的强者都预言 五十年内 李英才必将成为燕罗城的第一高手 租徒徒放下筷子 从凳子上起身 走吧云兄弟 我大概知道发生什么事了 云青年微微点头 也起身站了起来 放心吧 徒徒 就算你爷爷真是走火入魔 我也能治好他 第185章找上门来 云青年也起身站了起来 放心吧 徒徒 就算你爷爷真是走火入魔 我也能治好他 租徒徒微微摇头 说道如果真是走火入魔 我反而放心 就怕他不是走火入魔 而是 苏徒徒说道 而是后 眼中猛的闪过冷芒 而是被人打伤的 云青年跟苏徒徒 刚走出酒楼大门 视线中就迎来了一群人 气势汹汹的将他们围了起来 苏徒徒 云青年 一个四十几岁 有着一身煞气的中年人看着二人道 不错 云青年跟苏徒徒都点点头 苏徒徒还说道 有何贵干 吃就对了 不想死的话 跟我们走一趟 一身煞气的中年人直接用命令的口吻说道 莫了 又补充道 忘了告诉你 我叫唐元 乃是唐家的客亲 什么 来人竟然是唐家客亲唐元 好家伙 唐元可是出了名的心狠手辣 多年下来不知道为唐家杀了多少人 另外 唐元本身还是杨静二阶的超级高手 背地里一直被人称为唐贵子手 苏徒徒 云青年 他们是谁 怎么会被唐贵子手找上 等等 苏徒徒这名字好像在哪里听过 该不会就是老苏家 被苏叶解除婚约的苏徒徒吧 听说苏徒徒是老苏家族长的亲孙子 半十岁之后 就离开燕罗城 没想到十年过去 他又回来了 嘿嘿 还一回来 就被唐元找上了 苏徒徒估计是凶多吉少了 如今的老苏家已经金飞西比 一旦落入唐元手中 就是砧板上刃有宰杀的鱼肉了 酒楼内的人群 顿时都凑了过来 私下不停地交头接耳道 怎么 还不走 莫非现在知道怕了 一身煞气的唐元 见云青年跟苏徒徒都原地不动 下意识就认为他们下注了 亏唐玉泽还是唐家二长老 竟然被两个矛头小鬼斩杀 还真是废物 你知道我们杀了唐玉泽 云青年两眼微微一瞇 突然说到 是苏家苏要通知你们的 你们倒是不傻 一身煞气的唐元点点头 徒徒 我们走吧 云青年两只眼睛眯了下来 去苏家 云青年这辈子最痛恨的 就是恩将仇报之人 他跟苏徒徒救了苏彬彬 苏家不敢恩也就罢了 却还恩将仇报 将消息通知唐家 走 哈哈哈哈 你们在说梦话吗 一身煞气的唐元 听到云青年话后 不由放声大笑出来 好了 我耐心有限 现在最后一次命令你们 跟我走 走你老母 苏徒徒带着火器的声音猛的响起 随即一掌拍向唐元 你找死 唐元见苏徒徒不仅骂他 还主动朝他出手 脸上瞬间就涌出了杀鸡 猛的唐元也一掌迎向了苏徒徒 空 两掌相撞 猛烈的冲击波席卷向四周 九楼的大门 咔嚓一声 就断成了两截 下一刻 唐元猛的离地而起 向后道飞出去 轰猛龙一声 重重的砸在了街道的石板地上 怎么可能 看到这一幕的人全部傻了 阳静二阶的唐 唐元 竟然被苏徒徒一掌拍飞了 这可是正面碰撞 能一掌鸡飞唐元 就说明苏徒徒的实力在唐元之上 但苏徒徒才二十岁 实力怎么可能会在唐元之上 从地上爬起来的唐元 听着周围人的议论声 面色变得无比的阴沉 苏耀这只老狗 不仅阴了苏徒徒 连我们唐家都阴了 苏耀虽然派人告诉他们 唐玉泽死在苏徒徒手下 但具体是怎么死的 却说得模棱两可 只说是苏徒徒用某种 见不得光的手段杀掉唐玉泽 关于苏徒徒的实力 一个字都没有提到 如果早知道苏徒徒这么强 唐家这次派来的阳靖武者 绝对不止一个唐元 朱兄弟 这件事是个误会 我们都被苏耀这只老狗耍了 唐元连嘴角的血迹都没擦 就朝苏徒徒抱拳道 现在说误会 会不会太晚了 苏徒徒这一路下来 心里一直憋着一口气 此时唐元送上门来 他又岂会放过 朱的 苏徒徒大手拍了出去 半空中 猛地出现一只灵力幻化的大手 唐元目光一明 不敢有半点拖大 运转全部灵力 挡向了这一掌 同时 他还大喊道 你们还愣着干嘛 还不快出手 唐元带来的几个人 每一个都是越境九阶 就算放在唐家 都是不可多得的高手 他们听到唐元的命令后 各个都运转全部灵力 与唐元一起 迎向了苏徒徒用灵力幻化的大手 轰猛龙 震破苍穹的爆破声响起 苏徒徒的大手 与唐元一行人撞到了一块 街道四周 以及九楼内围观的人群 在这一瞬间 都清楚地感觉到 地面传来的震动声 苏徒徒也未免太恐怖了吧 看到这一幕的人 全都被苏徒徒的手段震住了 恐怕就是燕罗成第一天才 李家的李英才 都不如苏徒徒可怕 李英才22岁 越境九阶 二绝天赋 战斗力能够立败阳靖二阶的舞者 唐元就是阳靖二阶 李英才虽然能败唐元 但绝对做不到像苏徒徒这么轻松 没错 燕罗成第一天才 从这一刻起 只怕要一主了 苏徒徒展现出来的战斗力 至少跟李英才旗鼓相当 甚至是压过李英才一头 而苏徒徒才20岁 论天赋已经在李英才之上了 围观人群议论纷纷的时候 苏徒徒已经用灵力制造出一阵大风 吹散了爆破产生的硝烟 只见街道上 暴露出了一道巨型手印 手印下方 除了唐元还奄奄一息 存有一口气 另外几人已经死的不能再死 苏徒徒探手一抓 灵力形成的吸扯之力 瞬间就将唐元扯了过来 同为燕罗成的四大家族 第186章家族变故 苏徒徒探手一抓 灵力形成的吸扯之力 瞬间就将唐元扯了过来 同为燕罗成的四大家族 我不知道你哪来的底气 敢对我老苏家喊打喊杀 一身煞气的唐元 此时早已经恐惧一片 几番动手下来 他在苏徒徒面前根本没有半点反抗的能力 误 误会 这一切都是误会 苏 苏兄弟 我们都被苏要那只老狗耍了 误会 并没有 我确实杀了唐玉泽 苏徒徒说道 不 不不 你就算杀了唐玉泽 也一定是因为另有隐情 苏 苏兄弟 只要你放了我 我回唐家后一定会为你解释的 唐元低声下气的说道 苏兄弟 老苏家已经金飞锡笔了 如果你再杀了我 一定会给老苏家雪上加霜的 你救了苏家的苏冰冰 苏要之所以没感激你 反而把你为了苏冰冰杀害唐玉泽的事情 泄露给我们唐家 就是因为老苏家没落了 他苏家不想跟你们有什么瓜葛 而且你大概不知道 你的未婚妻苏叶已经跟你解除了婚约 与李家的李英才重新定下了婚约 苏兄弟 你们老苏家现在最大的敌人不是我们唐家 而是跟你们同为一脉的苏家啊 我老苏家为何没落 是因为我爷爷走火入魔了吗 苏徒徒问道 看来你已经有听说了 不过 你爷爷不是走火入魔 而是 被人打伤了 唐元微微缓了一口气 说道你们老苏家之所以能在燕罗城屹立不倒 仰仗的就是你那先天生灵的爷爷 找了他老苏家就是砧板上的鱼肉 唐李苏三家都想咬上一口的 当然 只要你现在放了我 我保证从今往后 我唐家不会对付你苏家 我爷爷果然是被人打伤的 苏徒徒低声嘀咕一声 眼中闪过了盎然的冷意 随即一把捏碎了唐元的脖子 云兄弟先跟我回家族 苏家的仗 晚点再算吧 苏徒徒说道 好 云青年微微点头 在一众目光的注视下 苏徒徒放下唐元的尸体 带着云青年 往老苏家的方向醒去 直到两人的背影消失 在场的人群才微微缓过神来 唐家一行人都被苏徒徒杀了 苏徒徒胆子太大了 诚如唐元所说 如今的老苏家已经今非昔比 他现在杀了唐元 必然会引起唐家疯狂的打压 何止是唐家 李家跟苏家 到时候肯定也会横插一脚 毕竟 现在的老苏家 可是一块香馍馍 谁都想分上一口 半个小时后 苏徒徒带着云青年 来到了一座雄伟之极的府邸外面 来者和人 老苏家府邸 禁止一切闲杂人等进入 守门的护卫 一把拦下了苏徒徒跟云青年 叫好这时 府邸内 走出了一个七八十岁的老人 他先是用好奇的目光 看向苏徒徒跟云青年 随即便轻一声 疑 这年轻人似乎在哪里见过 我是苏徒徒 我回来了 苏徒徒对着守门的护卫说道 什么 徒徒少主 他 他回来了 七八十岁的老人 听到了苏徒徒 对护卫说的话 租寻管家 苏徒徒这时候也看向了七八十岁的老人 徒徒少主 真的是你 被苏徒徒称为苏循管家的老人 顿时激动地小跑向苏徒徒 徒徒少主 十年不见 你都长这么大了 这些年 你在天元王朝 一定吃了很多苦头吧 本来组长半年前 就准备去接你回来 谁知道苏循话没说完 就猛的叹了一口气 徒徒少主 我们还是进去说吧 嗯 苏徒徒微微点头 带着云青年 踏入了府邸里面 苏管家 我爷爷的伤还好吗 刚进入府邸不久 苏徒徒就率先问道 徒徒少主 你 你都知道了 老管家先是意外地看了苏徒徒一眼 随即才说到 半年前 组长决定去天元王朝接你回来 但行踪却诡异地被人泄露 结果遭到了唐里 苏三家的组长围攻 最终 老族长虽然凭借强横的修为 从唐里 苏三家族长的围攻中逃脱 但自身也落下了不小的内伤 所以就折到回族养伤 但在三个月前 族长的伤势 突然诡异地变重 甚至到了 连行动都不便利的地步 所以族长在交代了一些事情后 便开始闭死关了 苏徒徒听完 双拳紧紧握住 甚至发出了歌之声 什么伤会三个月后开始恶化 并且连行动都变得不便利 云青年心里出现了疑惑 脑海随即就浮现了一个答案 他很可能是中毒了 而且是三个月后中的毒 徒徒带我去见你爷爷 云青年看向苏徒徒道 好 苏徒徒连忙答应 在他眼中 云青年充满了神秘 好似无所不能 有云青年出手 并能治好他爷爷 徒徒少主 这位小兄弟是 老管家不由看向云青年道 他叫云青年 是我最好的兄弟 苏徒徒介绍道 随即 看向老管家 苏管家 马上带我去爷爷闭关的地方 庄引号 好 老管家犹豫了一下才说到 片刻后 老管家带着两人 来到了一间云雾缭绕的 石室外面 迷幻症 云青年一眼就看出 石室周围 被人布下了阵法 云兄弟好眼力 这里是组长闭关地方 为了防止有人强闯 所以很早以前 就请阵法大师布了一个迷幻症 老管家见云青年一眼 说出迷幻症 脸上出现了几分意外 图图少主 族长闭关前说过 除了是官家族生死安危的大事 其他所有事情 都不要打扰他闭关 你确定要唤醒族长吗 老管家不由郑重地看向苏图图 图图 你爷爷没在闭关 而是 昏迷了 云青年的神识 早就透过迷幻症 进入了石室里面 第187章开始 清理门户 云青年还有一句话没说 苏图图的爷爷 气息已经虚弱到近乎奄奄一息 若是再晚一两天 便是他云青年 都要束手无策 另外 苏图图的爷爷 半年前所受的伤 基本已经治愈 他之所以昏迷 是因为中毒了 什么 我爷爷昏迷了 苏图图面色一变 连忙看向老管家 有办法从外面关闭迷幻症吗 老管家摇头 迷幻症只有石室里面能关 不必了 我带你进去 云青年说道 随即 已经动身踏入了 民幻症的范围 苏图图没有任何迟疑 便跟在了云青年身后 老管家见苏图图如此 犹豫了一下 也迈动步伐跟了上去 很快 三人就踏入了 民幻症之中 老管家与苏图图 能看到民幻症中 飞行着各式各样的凶兽 时不时地 还出现身躯就小山巨大 长得凶神恶煞的巨人 但奇怪的是 无论是凶兽 还是凶神恶煞的巨人 都从他们的身侧路过 好似跟他们不存在一般 你们看到的 都是幻觉 之所以没陷入幻觉里 是因为我用神石庇佑了你们 云青年的声音在他们耳边响起 片刻后 云青年就带着二人 来到了石室的石门外面 石门也只有内部才能打开 老管家说道 强行打开便可 云青年说话的时候 身上涌出无数灵力 如同一双双触手 全部涌向石门 下一刻 便强行将石门扯了出来 这 老管家傻眼了 组长说过 这石门能挡住 先天进一阶的强者 十招以上的攻击 你竟然只是用灵力 就将石门扯了下来 云青年没说话 以他现在的战斗力 先天进一阶 一个巴掌就能秒杀了 进入石室后 三人的视线中出现了一个满头白发 盘膝而坐 气息微弱到随时都可能熄灭的老者 爷爷 看到老者 苏涂涂眼中就滚落出了泪水 老者面色苍白无血色 且布满了岁月的痕迹 脸上的血肉皮肤 苍老的全部皱成了一团 在老者的面前 还有一滩血迹 但却是黑的发紫的血迹 你爷爷中毒了 而且毒性腐蚀了他体内的所有血液 云青年民众的声音响起 便是我 想要治好他 也只能通过 换血 换我的 苏涂涂条件反射地说道 嗯 云青年点点头 当即就想要动手 但脑海似乎想到什么 不由先取下了苏涂涂一滴鲜血 随即 又在老者身上取了一滴鲜血 云青年闭目 用神石将两滴鲜血包裹了起来 片刻后 他神色微微一变 涂涂的血 跟他爷爷云青年不动声色的看向苏涂涂 换血存在一定风险 我突然想起来 还有一种完全稳妥的方法 可以救你爷爷 云青年写了一张方子 上面列了三十多种草药 苏管家 这些草药 都不算罕见 没意外的话 你们苏家药房应该就有 你现在就去各抓一份过来 老管家接过方子 我这就去 老管家转身就走 还不到十多分钟的时间 便已经回来 云青年跟苏涂涂都注意到 老管家面色异常的难堪 苏涂涂第一时间问道 苏管家 莫非药房没有云兄弟需要的草药 药房有 但老奴取不来 取不来 这么意思 苏涂涂问道 药房已经被苏源的人接管了 老管家说道 大伯的人 苏涂涂嘀咕一声 随即说道 你没说这些草药 是给爷爷治病的吗 老奴说了 但他们就是不给 涂涂少主 苏源郎子野心呢 老管家与戴悲枪道 苏涂涂的爷爷 到了四十多岁 才有了孩子 也就是苏涂涂的父亲 在这之前 苏涂涂的爷爷 收养了一个养子 也就是苏涂涂口中的大伯苏源 涂涂少主 自从组长三个月前闭关后 苏源便不断把持组理事务 像账房 药房 单房 公法阁 这些家族重要的部门 都被苏源换成了其心腹掌管 另外 老奴刚刚得到一个消息 苏源准备三天后召开家族会议 举荐他儿子苏利 当我们老苏家的继承人 听老管家说完 苏涂涂的眉宇 瞬间沉了下来 走吧 先带我去药房取药 我就不信 他们连我都敢阻拦 当即 苏涂涂就带着老管家离开了 这一次 足足耗费半个小时的时间才回来 云兄弟 你要的草药 都在里面了 苏涂涂打开布袋 将里面的草药全部倒了出来 你刚才动手了 云青年问话的时候 掌中就冒起了一团青色火焰 随即就开始炼化这些草药 嗯 药房的人 都被我杀了 苏涂涂点点头 眼中全是冷意 15分钟后 云青年就将这些草药 炼制成了三枚晶莹剔透的丹药 这些净血丹 可以净化血液中的毒性 不过你爷爷中毒时间过久 毒性已经腐蚀他体内所有的血液 所有需要三天左右的时间才能完全化解 云青年说话的时候 已经给苏涂涂的爷爷为了一枚进血丹 剩下两枚还要分成名后两天服用 苏涂涂缓了一口气 有云青年这句话 他爷爷是没事了 尽管需要三天时间才能治愈 云兄弟 我爷爷先让苏管家来照顾 你陪我去做一件事吧 苏涂涂开口道 眼中闪过了盎然的杀机 云青年微微点头 心里已经猜到了苏涂涂想做什么 不只是云青年 老管家也猜到了苏涂涂的打算 当即就说到 涂涂少主 苏源前不久已经踏入先天生灵 我们还是等上三天 等族长醒来后再做打算 三天太久了 苏涂涂直接拒绝 而后就带着云青年离开了时事 第188章苏家会议 从在凶兽山脉 遇到苏彬彬开始 到现在 苏涂涂心里憋了太多太多的怒火了 先是苏家恩将仇报 再是苏涂解除婚约 接着得知爷爷重伤 再接着唐家找上门来 让他心烦的事情 几乎是一件接着一件 现在 连他家族 都被苏源把持了 苏源是什么人 只是他爷爷的养子 苏源能有今天 完全靠他爷爷所赐 但苏源不仅不感激 反而狼子野心 想要吞并他老苏家 苏涂涂带着云青年 顺着记忆中的道路 来到了一处别院外面 你是何人 何事求见大长老 别院门口看门的护卫 看着苏涂涂到 大长老 那就没错了 苏涂涂低声嘀咕一声 随即看向守门的护卫 去通知大长老 就说苏涂涂来访 让他出来接见 苏涂涂 听到这个名字 看门的两个护卫 脸上都出现了疑惑 显然是第一次听说这个名字 叫话 你算什么东西 也配让大长老出来接见 紧接着 就有一个护卫冷笑道 小爷让你们去叫大长老出来 粗涂涂咆哮一声 随即一巴掌拍了出去 只听轰的一声 之前呵斥他的护卫 就被拍成了肉迷 呲 另一个护卫看到这一幕 连忙到吸了一口气 随即颤抖着身子说道 公 公子息怒 小的这就去通知大长老 说完 烈烈怯怯地跑进了院子里面 几分钟后 一个六十多岁的黑衣老人 从里面走了出来 苏涂涂 你回来了 黑衣老人看着苏涂涂说道 随即没雨就皱了下来 不过 你未免太放肆了 竟然一言不合就杀了我的人 少废话 我就问你一句 你是站在我老苏家这边 还是 租园那边 租图图看着黑衣老人说道 租园乃是组长长子 本身就代表老苏家 我身为大长老 自然要以租园马首实战 黑衣老人神色不变地说道 顿了顿 他又说道 另外 租园乃是你大伯 你直呼他明慧 不太妥当吧 不太妥当你母亲 租图图说着 直接一巴掌拍了出去 找死 大长老面色一寒 猛的一掌赢了上去 你真以为现在的你 还是以前的家族少主 轰猛龙 两掌相撞 整个别院的大门 瞬间就被冲击波撞毁 扑的一声 大长老猛地喷出一口大雪 出掌的手臂 传来撕裂般的剧痛 怎 怎么可能 你的修为竟然这么强 大长老一脸震惊地看着苏图图道 一个小时内 帮我通知苏家所有高层 我苏图图要召开家族会议 苏图图丢下这句话 便带着云青年离开了 十分钟后 苏图图就带着云青年 来到了苏家的家族会议室 苏图图看着云青年 一副预言又止的样子 最终还是开口道 云兄弟 等会若出现我搞不定的情况 就麻烦你出手了 放心吧 何时出手 要对谁出手 只需要你一句话 云青年想都不想就说道 转眼 已经一个小时过去 除了云青年跟苏图图 家族会议室连一个人进来都没有 云青年闭目假寝 神色看不出任何波动 好似真的睡着一般 苏图图也是平静着一张脸 但他心里 却一直在默默计算着时间 一个小时已经来到 苏图图见还是没人到来 眼中微微闪过了冷意 一眨眼 又是半个小时过去 皈依室外面 终于传来了人群的脚步声 大长老第一个踏入了会议室 在他身后 有五个年龄 与他差不多的老者 苏图图一眼就认出 这五人是老苏家的另外五个长老 六个长老进入入座后 接着又有二十多人走了进来 依次坐在会议室长长的桌椅上 没意外的话 这二十多人 应该都是家族高层 颇有意思的是 这二十多人 没有一个让苏图图觉得面熟 苏图图 这五人应该不用我介绍了吧 他们是另外五个长老 至于其他人 有账房管事 有单房管事 有公法阁管事 有法宝阁管事 除了被你杀掉的药房管事没来 老苏家所有高层都到了 所有人入座后 大长老站起来介绍到 苏图图没说过 目光扫过全场 一只手放在会议桌上 五指敲打着桌面 发出咚咚的声音 就这样 苏图图咚咚了三四分钟 始终没有开口说话 终于 大长老旁边一个灰衣长老 按住不住开口了 图图少主 你离开家族十年归来 本应该是件大喜事 我等都应该摆酒宴为你接风洗尘 但我刚才听说 你刚回来 就出手杀掉了药房管事与其随从 并且连大长老府上一个 看门的护卫都杀了 图图少主 有句话叫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你虽然是族长的孙子 但也不能枉制族规 我以家族长老的身份问图图少主一句话 被你杀掉的药房管事与其随从 以及大长老府上的看门护卫 不犯了哪条族规 会让你对他们痛下杀手 又一个长老开口道 图图图 我是帐房管事 被你杀掉的药房管事 乃是我堂兄 你今天若不给我一个合理的理由 休怪我现在就翻脸不认人 直接以族规处置你 帐房管事语气冰冷 直呼苏图图的名讳道 苏图图 我是护卫总统领 大长老府上被你杀掉的看门护卫 就是我的下属之一 你若不能拿出一个让我满意的理由 休怪我翻脸不认人 现在就杀了你 为死掉的下属报仇 浑身散发着肃杀之气的 护卫总统领说道 另外 跟你并排坐在一块的人是谁 你身为组长的孙子 难道不知道会议事是 何等庄严肃穆的地方 竟然随便带指阿猫阿狗进入这里 第189章一言不合就杀 阿猫阿狗 你是在说我吗 一直沉默不语的云青年 猛的抬头看向说话之人 哟喝 你这阿猫阿狗倒是挺有自知之名啊 不过 你算什么东西 我刚才是跟苏徒徒说话 也伦得到你来开口 这名苏家高层又冷哼一声道 你又算什么东西 苏徒徒猛的从椅子上起身 目光看着这名高层 一只大手猛的抓了出去 咔嚓 直接扼住这名高层的脖子 随即咬断了他的脖子 于兄弟 这种三流祸色 就不用你出手了 苏徒徒杀完人后 看向云青年说道 我杀了七主恶奴要防管事 你需要我给你交代 苏徒徒目光 随之就看向要防管事 身后幻化出两只虚幻大手 同时抓向对方 一下子就骑扯了起来 悬空的抓在半空 这就是我给你的交代 还不到一个呼吸的时间 苏徒徒声音又猛的响起 灵力幻化的两只大手 猛的向左右两边扯开 一把就将要防管事分尸两半 护卫总统领 你刚才说 我若不能拿出一个让你满意的理由 就要当场杀了我 为你死掉的下属报仇 苏徒徒又猛的看向 浑身散发着肃杀之气的护卫总统领 苏徒徒 你好大的胆子竟敢在家族会议上 连杀两名家族高层 护卫总统领没被苏徒徒吓住 下意识就呵斥了一声 随即 他猛的拔出腰间配刀 身影从椅子上抱起 手里大刀斩向了苏徒徒 我现在就杀了你为家族清理门户 清理门户 就凭你 苏徒徒两眼一寒 实质的大手拍了出去 只听轰的一声 就将护卫总统领拍飞出去 轰猛龙 又是一声巨声 护卫总统领的身子 重重的砸在会议室的石墙上 猛的将石墙砸出了一道人形窟窿 在看护卫总统领 已经被砸得粉身碎骨 死得不能再死了 三长老 你刚才说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我虽然是族长的孙子 但也不能王制族归 要我给出一个合理的杀人理由 我现在就告诉你 我为何杀人 苏徒徒的目光 猛的看向其中一位长老 因为老苏家是我苏徒徒一脉的老苏家 这什么理由 苏徒徒未免太是杀成性了 仅仅因为一个不成理由的理由 就在家族会议上连杀三名高层 六位长老 属下恳请你们出手 为家族镇压叛逆苏徒徒 苏徒徒该死 一言不合就杀人 完全不将家族放在眼中 这样的人哪怕是族长的亲孙子 都必须足归处置 老族长不在 理应由我们这些高层代为出手 震压苏徒徒 除了六个长老没说话 剩下的高层 全部都一份填膺地指责苏徒徒 大长老 我们真不出手吗 苏徒徒口中的三长老 压低了声音看向大长老 连老夫都不是他一招之敌 你们想上去找死吗 而且在场这些人都是什么货色 你真不知道 大长老同样压低声音回道 就算不是苏徒徒对手 我们所有人一起上 难不成苏徒徒还敢杀了我们全部人 三长老不服气道 大长老若我们坐以待毙 只怕苏元族长回来后 不会放过我们啊 三长老跟大长老中间 一个灰衣长老说道 愚蠢 苏元不放过我们 那也是事后之事 我们现在若强行出头 你真以为苏徒徒不会杀我们 大长老气得呵斥道 药房管事以及其随从被杀的原因 大长老之前已经查明 是因为苏徒徒让人去取药 被药房拒绝了 而后苏徒徒亲自去取 还被对方猛朝热讽 这才逼得苏徒徒一怒之下杀人 另外 他府上被杀掉的护卫 也是因为对苏徒徒冷眼相对 苏徒徒杀人 或许手段过机 但严格来说 他已经站住了道理 诚如苏徒徒所说 老苏家 是他苏徒徒一脉的老苏家 其他人 说白了 都是苏徒徒一脉的下属 随从罢了 三长老 你刚才说 我不敢杀了你们所有人 二长老 你刚才称呼苏元 为什么 组长 是我听错了吗 我老苏家的组长 什么时候换成一条狗了 三长老跟二长老 刚才虽然压低了声音 但还是被苏徒徒听入了耳中 也罢 那就一个个来 先从三长老开始 我苏徒徒今日就让你看看 敢不敢杀了你们所有人 苏徒徒说着 身影直接消失原地 下一刻 便出现在三长老身后 就先从你开始 话落 苏徒徒灌满灵力的重拳 便猛地轰在了三长老后脑勺 对方连反应的能力都没有 便轰得一声被轰爆了脑袋 二长老 到你了 连一只狗都能被你奉为组长 你活得连狗都不如 干脆去死得了 苏徒徒说着 又是一拳轰向二长老 但他似乎有所准备 一个快速转身 同样以重拳回了过来 砰 轰 两拳相撞 猛地发出刺耳的抨击声 全境产生的冲击波 第一时间就卷向了四面八方 眼看会议桌就要被震碎 云青年突然将手放在桌上 直接护住了会议桌 二长老的身影 再下一刻倒飞了出去 口中喷出一口大雪 但还不等他身子砸到地面 苏徒徒已经随后飞来 又是一拳结束了他的性命 几个呼吸下来 三长老 二长老接连死在了他手中 大长老 四长老 五长老 六长老 你们四个还没归顺苏源 苏徒徒身影 飞回了主座座下 庄引号 没有 自人微微迟疑 几乎是同一时间说到 第190章苏徒徒不敌 一个小时半之前 憋着满肚子火气的苏徒徒 之所以没有斩杀大长老 是因为当时大长老对苏源的称呼 大长老几次说到苏源 都是直呼其名 刚才被他杀掉的三长老跟二长老 则都是称呼苏源为苏源族长 不同的称呼 足以从侧面说明了立场 三长老跟二长老 很明显是投靠了苏源 不过在场所有人 除了我们四人外 都是苏源的心腹 大长老随后又说道 不过 我们虽然没归顺苏源 但同样也不会归顺于你 除非 族长他老人家 亲手将族长之位传给你 另外三名长老一口同声的陈吟道 你们没有归顺苏源便可 我不需要你们的归顺 听到剩下几位长老的话 苏涂涂的面色缓了下来 至于在场的其他人 我早就看出他们都是苏源的心腹了 苏涂涂怎么说 都在苏家生活到了十岁 对苏家的大部分高层 心里都还留有印象 就拿六个长老来说 见到他们第一眼 苏涂涂就认出了他们每一个人 但在场其他二十多个高层 他却连一个都认不出 很显然 这些高层 都是后来提拔的 而且都是苏源亲自提拔的 哈哈哈哈 很好 你们四个都很好 就在这时 会议室外面 传来了一道阴冷的声音 不好 是苏力 他怎么会来 大长老与另外三名长老面色一变 大长老有件事没告诉苏涂涂 他所以会晚半个小时 才将一众高层带来 不是白谱更不是给苏涂涂下马威 而是因为他通知一众高层的同时 还瞒过了苏源父子 因此比苏涂涂给的一个小时的期限 晚了半个多小时 苏力部险山露水 却早在半年以前 就已经踏入了阳静武街 大长老面色难看到 而且苏源私下招收了好几个客亲 其中更有一个半步先天 很快一个二十四五岁 气质阴沉的青年 便带着十来个人 踏入了会议室里面 苏涂涂 十年不见 你回来了 怎么不通知一下我这个堂哥 气质阴沉的青年 第一时间就看向苏涂涂道 养不熟的狼崽子 也配当我堂哥 苏涂涂冷哼一声 直接一巴掌拍向了气质阴沉的青年 哦 迟年不见 你连脾气都变这么爆了 气质阴沉的青年冷笑一声 便随手抬起手掌 轻而易举地化解了苏涂涂的攻击 末了 还弹指射出一道灵力 瞬间化作利剑射向苏涂涂 苏涂涂面色微微一变 下意识也幻化出一道灵力抵挡 碰得一声 两剑相撞 但苏涂弹出的利剑 却一把击碎了苏涂涂幻化的灵力 一把射在了苏涂涂的肩上 砰 苏涂涂左肩的皮肤破开 里面的血肉 被贯穿了一个小拇指粗细的血洞 呵呵 脾气这么暴躁 还以为实力有多高深呢 没想到连我随手一击都挡不住 继致阴沉的青年苏涂 一脸不屑地看着苏涂涂冷笑道 哈哈 苏涂绍主神威盖世 谷腹无犬子 苏涂绍主不愧是苏涂组长之子 苏涂涂刚才一连杀了我们五人 还请苏涂绍主为我们做主 三长老跟二长老 只是称呼苏涂组长一声组长 就被残暴的苏涂涂斩杀 苏涂绍主 我们恳请你杀了苏涂涂 为我们老苏家清除虐障 原本被苏涂涂吓破胆的一众高层 一个个都一脸恶毒的看向苏涂说道 苏涂却没理会他们 而是把目光看向了四个长老 大长老 四长老 五长老 六长老 你们四个 还不跪下来磕头认错吗 苏涂的眼中 充满了戏谑 好似在他眼中 大长老等人 都是任由他摆布的玩偶 大长老与另外三个长老 眼中都出现了犹豫 最终 大长老鼓起勇气说道 抱歉 除了组长 我们不跪任何人 我爹出门前 已经交代由我全权行使他的权利 你们跪我 就如同跪我爹 苏涂耸了耸肩说道 抱歉 我们眼中的组长只有一个 而且 并非苏源 这一次 大长老与另外三个长老一口同声道 你们找死 从出现开始 就是一副玩味的苏涂 眼中猛地抱起杀鸡 下一刻 任一掌拍向了离他最近的大长老 讲动他们 先问过我苏涂涂 苏涂涂猛地拔出背后背着的羚羊棍 一棒砸向了苏利 苏涂涂 你真以为我不敢杀你 苏利眼中一冷 原本砸向大长老的重拳 猛地改变方向 直接转向了苏涂涂 轰猛龙 苏利的重拳 与苏涂涂的羚羊棍 猛地撞到了一块 怎么可能 苏利面色一变 他这一拳不仅没轰碎羚羊棍 反而拳头被震得发疼 颧骨都碎裂好几根 本以为是凡物 没想到还是神兵利器 苏利眼中 顿时动了贪婪之色 羚羊棍没有半点法宝波动 下意识地 就会被人物以为是寻常木棍 苏利便是如此 否则 他又岂会赤手空拳与羚羊棍相撞 苏利身影一闪 将速度发挥到极限 一个照面 就闪到了苏涂涂身后 他猛地拍出一掌 直接将苏涂涂拍飞出去 身影 随之又跟了上去 在苏涂涂落地之前 一把从他手中 夺过了羚羊棍 刺目飞目 刺铁飞铁 好奇特的材料 苏利打亮着羚羊棍 眼中全是喜爱之意 随即不知道想到什么 眼中又猛地抱起一道恶毒 就拿苏涂涂试试他的威力 苏利身子猛地跃起 一棒砸向了 之前被他拍飞出去的苏涂涂 涂涂少主 紧急时刻大长老与另外三个长老都猛地色变 身影随即都冲了上去 都给我滚 苏利连转身都没有 身上就射出四道气径 砸向了四个长老 砰砰砰砰砰 一连四声 一个照面 四个长老就被击飞出去 苏涂涂 死在自己的兵器下 应该很憋屈吧 哈哈哈哈 苏利大笑的时候 林阳棍已经从苏涂涂的眉心砸下 也就在这时 云青年终于出手了